我們不是要扶貧 我們是要脫貧 亦可以針對性精準扶貧 政府這樣玩數字遊戲 我形容它是一個數字扶貧 越扶就越貧 根本它就是足錯用心 我認為解決這些問題 就不能夠頭痛以頭腳痛以腳 腐老攜柔的政策要同時兵衡 立法會會員屆選舉提名期正式結束 港人港地這樣得不得選舉篇 舉行首場地區直選論壇 邀請港島東的參選人吳秋北、梁熙、廖添誠 回應市民最關心的地區及全港性議題 你認為政府扶貧工作造成怎樣 有沒有甚麼好竅可以讓政府改善情況 怎樣找出這群貧窮人口的方法是有問題 方法我們現在用的是一個相對的貧窮線 而中國、美國、甚至世界銀行 他們打擊貧窮的目標 脫貧的目標是用絕對貧窮 相對貧窮線在香港使用的 我們只會越扶越貧 我們不要政府再保底 所以首先我們要將相對貧窮線 變成絕對貧窮 然後我們找出那群人針對性 精準扶貧 我們不是要扶貧 我們是要脫貧 一、二、三次的分配都要做好 首次的分配 即工資的部分要更加合理 例如最低工資要適合最低的生活基本需求 另一個就是它必須一連一檢 來追蹤通脹 另外我們也要檢討現在的薪金 我們也要加大二次分配 即是通過稅收來做社會福利 以至第三次分配 就是通過慈善的方式做負貧的工作 有很多人雖然家屋的升值 然後差響的股價亦高 但其實自己本人火支配的收入也好 或者經濟的狀況是一般的 然後他們根本就拿不到錢出來 政府是可以先付這塊錢 然後到了他要賣樓的時候 才由下一家來付 意思是他要加到樓價 我們是要很精準的話 是要劃分很多個不同的階層來決定 而不是單單只是看他的資產有多少 政府要有什麼超前部署 去應付港島東區 甚至主要是東區人口老化的情況呢 現在有大約70個人欠一個遠舍的位置 10年之後100個人就要欠一個位置 東區其實不是沒有地 在東邊還有一些公下 是否可以改建 政府應該推出更多的政策稅行優惠 來令公私營的遠舍一起發展 我們新聞黨建議 其實我們兩元的搭車優惠是可以取消 去到2032年 我們投放在兩元乘車優惠是要花86億 這86億如果以政府資助一些私人遠舍的床位 每個月是兩萬元 86億可以買到43萬床位 那不是直接解決到人口老年化的需要嗎 減稅來說現在我們要照顧老人家 例如一家人有三個小朋友 只有一個是可以減稅的 但其實同時我們三個一起在供養父母 所以我覺得我們三個都可以去有扣稅 同時小朋友 我們現在這個年紀的人不敢生小朋友 因為經濟的原因 我認為亦都需要做好這個生小朋友的補貼 我們籌備今集節目的時候 已經按照了選管會指引的要求 根據選管會截至11月11日的資料 講到東候選人其實還有潘卓鴻 但他亦都回覆我們說未能有出席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